原标题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 还跟中国打了一仗 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众所周知 日本是二战中的始作俑者 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 自从甲午中日海战之后 日本看出了中国当时的贫弱 就屡屡进泛网国的边海防 步步蚕食 直到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借口演习时 丢了一名士兵为友 擅自出军包围东北军驻地 炮空北大营 打响了正是新华战争中的第一枪 从此十四年艰苦卓越的抗战中 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 撒热血 驱途打乳 最终收复河山 1945年8月15日 在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威吓下 日本不得不宣布投降 有人甚至认为 这天就是日本投降的最后日期 其实并不是的 在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的日子 日本还跟中国发生了一次战役 只不过是少有人知 它就是高游战役 发生在1945年的12月 当时日伟凭借高游的城墙坚固 五 气精良 妄图与晚军展开最后的决以此战 华中野战军作与决心 消灭这群日伟顽敌 同时还能阻止国民党 趁机从扬州北上进攻解放区 于是便集中新四军八宗 七宗以及地方武装 对日军的独立混成九六旅两个营 伪军第四十二十七个团发动总攻 在炮火的支援下 新四军冒了大雨 从三个方向攻入城内 仅用了七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消灭了日伟顽敌 此次战役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 歼灭伪军四千余人 日军一千一百余人 新四军伤亡六百余人 这也是抗日战争中收复的最后一座城市 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最后的嚣张气焰 在全国的范围内 也是歼敌最多的一个县世战役 从而也间接地 辅导国民党军队 从扬州北上的想法 也清除了华中解放区的日伪据点 这场战役虽然仍被称为是抗战中的一部分 但是若从时间上看 这场战役也确确实实发生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 发生了又一场大规模战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